人生 用一对几个北山 马来西亚知名词曲创作人兼歌手周金亮 星期三举行周金亮一千首歌一至一百专辑发布会 推出筹备长达七年的一百首歌曲专辑 并邀请了多位圈内好友 包括林文孙 周伯华 阿飞 辛燕和戴利金等人分享感言 在接受亚视新闻采访时 周金亮透露未来如果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他愿意尝试R&B 电音和摇滚等风格 但前提是先把名歌和擅长的曲风做到极致 我是一个坚信要做一样东西一定要做到极致 才能够算是对得起我的选择的 我写歌我一定要写到这首歌我唱的时候 虽然是普通的一种民谣 或者我们叫Food Rock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要做到最好 如果我身边真的找到一些年轻的朋友跟我合拍 能够一起去完成的 那么我会让他们来做我做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R&B啦或者是电音啦 或者是更强烈的摇滚啦还是Hip Hop的东西 那我就把我最擅长的民谣啦或者Food Rock的东西写好它做好它 那么其他我不足的地方就靠朋友的帮助来完成 那我希望以后我遇到的一些音乐人新的朋友 他们一样的身上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那我的东西跟它结合了能够互相能够帮助大家成长 那就是我希望看到的 在专辑发布会上 周金亮还演唱了专辑中的第一首歌曲《左右》 谈及这首在疫情行管令期间创作的新歌 他感慨万千 梦想也好 理想也好 人生都好 我们就让这一切随着我们的时间走 路一定会有尽头 无论是多么的契取跟多么的转折 每一天都有喜怒哀乐 就像歌词里面 每一天都有日或者是月 白天黑夜 所以快乐跟不快乐都有的 调整好心态 我们一步一步地走 在发行的一百首歌曲当中 《左右》和《无怨的双眸》 是最能表达他内心世界的作品 尤其是《无怨的双眸》 是他远赴不丹后 经历一段心灵旅程所创作的歌曲 《无怨的双眸》 是我去到不丹 在一路上思考的一个成果 我发现到 我们千山万水来到这个地方 来去追寻这个东西 那我们身后的人 我的太太家人 他们在家里 难道就不需要我们去关注跟关怀吗 追寻人生最高的指标的同时 不要忘记你身后的人 一样地在默默地支持着你 偶尔还是要回过来看 周金亮表示 这一百首歌曲 只是他创作旅程的一个阶段 他将继续朝着 创作一千首歌的目标迈进 这张专辑以USB形式发行 售价为两百令吉 接下来周金亮还将举办 佛舵有缘人 周金亮佛曲分享演唱会 与歌迷分享他的佛曲创作 谢谢 谢谢 祝你 谢谢大家